大家好 我是Mr.K 今天不出街介绍美食了 今天在家吃饭 吃完饭想吃甜品 但又懒得到街上买 想想都是自己做 其实一点都不难做 最紧要有气炸锅在这里 现在预备做个脆皮汤圆 在冰箱里找到芝麻味 花生味和豆沙味的汤圆 还有煎饼 通常我会买这种印度煎饼 我觉得会比较好吃 这些材料都是超市买的 煎饼好像17元 汤圆每合15元 不是一定要用这些牌子的 纯粹自己喜欢就可以了 首先拿一块煎饼出来1分4 然后用四分一块煎饼包住汤圆 力度方面不需要很大力捏住它 总之包得够实够贴就可以了 我们是三个人吃的 每人3粒所以做9粒 做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白酸酸的 这个时候可以开着气炸锅 用180度预热3分钟 等它warn up一下 趁着这3分钟可以化一块鸡蛋 其实一只鸡蛋就够了 有多了 预热完和发鸡蛋之后 可以在汤圆上塗上蛋浆 不过不要塗到那么厚 否则烤完之后就没那么脆了 另外汤圆会在里面的浸泡 Brahms 抹一抹 這是花生味 效果不錯 一樣是脆皮 餡料也挺煙韌 最後是紅豆流沙味 剛才剪下去也是很脆的 證明用8分鐘來烤是剛剛好 大家有機會試一下 好 看你這麼乖 這個很聰明 可愛 sigui吧 可愛 可愛 大小hi 大小地 好 好 太好了 想來 吃 好了 很 plaisir 可以 好 很緊張 好了